第一件事,我們希望先把全省郵局地址先解壓縮 特別說,這邊有個地址,路徑就在這裡 也就是說,在這個解壓縮之後 解壓縮之後,它會把它放在旁邊的一個資料夾 如果我想知道它的路徑的話,就上面點一下不就好了 我是建議,你點一下按右鍵複製 就是它的完整路徑位置 如果說你要開啟的是三重好了,三重這個檔 那你就後面再加反斜線三重.tst 所以其實我們要怎麼做,第一件事 就是假設有25個檔,但至少你可以先練習一個吧 一個如何開啟,那其實就是兩行程式就把它讀進來了 所以讀的方式,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兩行加一個printer 所以第一件事情的話,你可以先練習什麼 我下面先不要做 第一件事情就先讀取三重好了 那要怎麼讀取三重? 第一個的話,就是f等於open,這個前面都講過 open的後面其實就加什麼呢? 就是加那個路徑,然後後面就是把那個路徑 所以那個路徑的話,假設我複製貼過來 然後記得反斜線 反斜線之後的話,加一個三重.tst 那個路徑的話,如果你怕說會打錯的話,你可以用複製的 後面的話,加它的檔名,加副檔名 所以這邊把它加上去 然後呢,逗點就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讀取模式r ok,然後括弧一下 不過呢,因為這一串,裡面很多的反斜線 這個反斜線的話呢,是一個保留資源 以前我講過了,你可以用兩個兩個兩個 再加一個反斜線在前面 或者直接在這個路徑前面加一個r就可以了 ok,然後呢,我就把它什麼? read,後面記得哦 因為呢,這個檔案另外就是說要不要encoding 等於utl8,你可以把這個檔打開來 用記事本另存一下 它這邊有編碼,如果編碼是ansi的話 那encoding就不需要 如果你假設裡面是utl8的話 那你後面就要加encoding等於utl8 ok,ansi不用了,所以我們就不加了 ok,那再來的話呢,就open 然後把它print了出來 我們看一下,三重有沒有辦法被我讀進來呢? 讀進來看看 ok,三重就讀進來了 而且沒有亂碼,沒有錯誤 所以哦,其實第一件是我們可以什麼? 如果我可以跑個回圈 那回圈的所有的,只要把什麼呢? 把所有這邊25個檔案的檔名有沒有? 你會發現哦,只要怎麼樣呢? 這個地方的三重.tst 換掉,換成中立.tst 換成另外一個 換成另外一個 然後做一樣的事情 並且把它讀進來之後 用那個 append的模式哦 我之前有講過嘛 有沒有,r模式就是讀嘛 w模式就是寫 但是w模式是負寫 它會一直蓋過去 那我只要改成A模式的話 那它就會一直放在下面 一直放在下面 一直放在下面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 全部讀 全部就把它存一個檔了 ok 那可是怎麼寫哦? 第一個的話哦 我這邊底下先demo 我這邊底下有寫好的 那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哦 第一步OK了哦 所以這個是之前講的 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就寫一個什麼哦 诶? 手動 當然啦,你需要一個清單 那什麼樣的清單 就是哦 把三重.tst 到鳳山.tst 25個檔名哦 把它做成一個串列 那以後的話你就怎麼樣 分別把 跑個回圈嘛 分別取出這個串列裡面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一直到最後一個的話 诶? 那不就可以全部合併了? 那應該可以懂我的 不過可能會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個清單怎麼建立呢? 難不成又要土法煉綱嗎? 不過至少比你剛剛那個好像還要好一點點 那有沒有方法可以把這個清單自動產生? 嘿,當然有啊 如果你可以自動產生的話 那當然你就不用再去變出這個東西了 如果沒有辦法你就變成一定要把那個清單給變出來 那至於怎麼變我們待會再講 反正我先跟我們需要這個東西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跑個回圈有沒有 for i in range 所以底下的話 for i in range 從第0個 有沒有,第0個是哪一個? 是這個吧 到最後一個 就鳳山 那就是L1N 這個list的本身 裡面總共25個 所以其實 0 這個應該24吧 對 所以剛好用L1N 它的長 這邊25 所以應該是0跑到24 剛剛好 有沒有 用L1N 這個方法還蠻ok的 所以 H可以稍微把它記一下 然後接下來做什麼呢? 我一樣就把它打開 打開的話呢 這邊特別注意 就是把這一行 把它放在這個回圈裡面 這邊 那只是說要變哪個地方呢? 特別主要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 三重 點TSC 你不能直接每次都開三重吧 不然append的全部都三重 所以 你這個把它delese掉 後面的話請你什麼? 串接 加上什麼東西呢? 關鍵地方來了 我把它放大一下 串什麼呢? 這個回圈裡面的i 所以特別主要 就是list裡面的第幾個 所以後面的話你就加什麼? 加list裡面的第幾個的話呢? 那我就加一個中瓜 有沒有? 然後放個i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說呢 他會把第一次三重放到這邊來 ok 記得喔 這個規則記得喔 這個反斜線一定要有 然後串接這個三重過來 然後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做什麼呢? 就把它read read read 把它全部讀 讀到哪裡呢? 讀到c裡面去 這邊的話 我把它放大一下 這邊會整個錯誤訊息 另外的話呢 可能要注意一點就是說 如果將來我們假設要串接的話 後面這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小心 如果我們前面 假如說我沒有用串接的 那其實加一個小是不會出錯 但是如果你後面有個串接的話 ok 這個地方你可能要特別小心 就是說 這個後面 它這個 反斜線 它就沒有辦法說幫你辨識為 就是它是入境 所以後面這一個恐怕記得 必須要自己再加一個反斜線 這個是比較容易錯的地方 把它再加一個反斜線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三重讀進來 然後讀 讀完之後的話 read 我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c裡面 ok 接下來做什麼 讀了嗎? 再來就要寫 寫的話我講過存檔 存檔也有兩行 有沒有 fw 就是寫 open 我要寫到哪裡呢? 我把它寫到那個 一樣的路徑底下 我寫到哪裡呢? 幫我在那個 我的這個 全省郵局地址底下 那我就 把它叫一個名稱好了 叫o好了 所以 底下的o 點tst 然後呢 後面的部分的話呢 一樣 這個是一個 路徑 所以一定是一個 雙以後 ok 然後前面記得加一個小 ok 把這個路徑 帶進來 寫到這邊來 痘點後面的話 記得喔 我們前面如果存檔是用w 可是如果用w的話 它變成是複寫模式 三重 然後再來 中立就把它蓋掉了 所以記得這邊要加一個a a模式 就是append 也就是幫我把下一個如果中立的話 就寫到三重底下去就可以了 ok 好 然後write出去之後的話 就是write後面 把這個東西呢 給write寫出去 那就大功告成了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你後面為什麼加個換行 其實道理很簡單喔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這個三重的檔案 它最後這邊呢 其實是沒有多一個enter的 有沒有 所以變少一個enter 那少一個enter 變成說你將來串那個中立的時候 中立就不會換行 它會變成加到最後一行的右邊 那這樣就 就有問題了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就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在這邊喔 再加一個 換行的符號給它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這個是額外加 當然我先不加好了 我給各位看一下 好啊這樣就可以全部合併完成了 應該可以懂這個道理吧 把這個清單建立之後 跑個回圈 然後逐一開啟 開啟之後呢 就把它寫到 O.tst 用A模式 write出去 最後的話做完之後就 print了一個訊息 合併完成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好這樣的話呢 合併完整 看一下呢 在我們的全省郵局地址裡面 出現了 這裡面打開一下 你會發現三重 有了 再來應該是中立 往下找 可是你會發現中立 它的第一行呢 會跑到哪裡呢 就這個問題 它會跑到 這個 的 什麼 右邊的地方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一個檔案跟一個檔案之間 我要 再多加一個換行 所以要加的方法 我先把這個檔案刪掉 重來一次 然後呢 我把這個呢 再加一個 串接 這個輸出之後的話 再多幫我加一個換行 反斜線N OK 然後再執行一次 這樣的話呢 合併完成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O.TSC呢 你會發現 再來 中立的部分 剛剛會 有換行的問題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那就不會有換行的問題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程式碼不多 你會發現 這樣就合併完成了 只是說呢 會有幾個地方要注意 第一個 就剛剛講這個地方 如果你加小 假設你後面要串接的話 記得喔 後面的這個 這個 反斜線 記得要 多加一個 這個是比較特殊的 要稍微記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就這個清單 這個清單 你想說老師 那你怎麼做出來的 方法好幾種 我待會再跟各位講 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不要自己手動 輸出清單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用Python來做檔案合併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這麼麻煩 而且甚至 這個地方 寫完的這個程式 你也可以拿來當範本 以後就照著改 總會吧 只要你看得懂 當然最好你除了看得懂 以後要熟練它 以後自己把它打 就OK了 所以以後就不要再土法煉鋼了 如果假設你要把大量的檔案合併在一起 這個程式就OK了 但是呢 會有個問題就是說 那檔案我怎麼知道有多少個 檔案檔名跟副檔名我怎麼可以抓得到 OK 請各位試一下 好